火烧汉林院 1900年庚子国变中 火烧汉林院是这帮蠢货 干出来的最愚蠢的事件之一 我在国内的史料中 曾经读过不少介绍 在戴安娜普雷斯顿这本义和团中 第一次看他引用当时 外国人保留下来的资料 亲历者的回忆录读来非常震撼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汉林院是从中国唐代就设立的机构 到清朝已经发展成为 社会地位最高的文化教育机构 一个读书人能够入选汉林院 点汉林都是非常荣耀的事情 丹安娜普雷斯顿在他的书中评价 汉林院在当时中国的地位 相当于英国的牛津剑桥 美国的哈佛耶鲁 当时义和团事件中 这群蠢货和清军围攻 北京东郊民巷的大使馆 18个国家4000多外国人困在里面 还有大约3000多中国教民 围攻多日打不下来 他们居然想到了火攻 因为汉林院当时在英国大使馆的北侧 距离英国大使馆的围墙只有几尺 当时英国军队有一个叫史翠斯的上校 建议英国公使窦纳勒 你要提前把汉林院某些部分拆除 但是窦纳勒没有听 他觉得这是破坏公务 中国人不会舍得破坏他们的最高学术机构 他只是批准在比林的墙上打一个洞 万一有紧急情况可以出路 但是窦纳勒没想到中国人真舍得放火 1900年6月23号上午11点左右 清军董福祥率领的甘肃来的甘军 纵火焚烧寒林院 想要借此点燃英国大使馆 窦纳勒马上派出一队人马 通过提前找好的洞钻过去救火 清军士兵在周围高的建筑上 涉及这些救火的老外 救火队里面有一个女士叫波利 她留下文字记载当时的场景 我给大家读一下 就算活到1000岁也不会见过 一群包罗万象的人共同灭火 还带着避免被屠杀的物件 苦力传教人员 士兵特命全权大使 使劲为同一个目标工作 我在男男女女传递水桶的队伍里 其中还有法国公使夫人 以及许多知名妇女 她自己心里想 北京的外国居民 可能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种全体无意义的情况 众救火员就像纽约消防队员一样 拼命工作 扑灭燃烧中的韩林院厅旁 大火中间被扑灭过 下午4点到5点左右 火势又燃烧起来 这次烧的是整个 汉林院里面最珍贵的藏书鸽 作为外国人的戴安娜普雷斯顿 都无比感慨的说 那里面有无数中国书法大使 写了几千幅 以丝绸为封面的珍贵图书 中国人用浸泡了油的火把 往木制的屋顶上投掷 燃烧的书籍里面 最珍贵的是 公元1408年 由2000多位明朝学者 编撰的 总共12000册的 用黄色丝绸装针的 永乐大典 藏书鸽 因为里面放置了书 很容易燃烧 所以火势无法扑灭 这帮外国人就把能抢救出来的书籍 搬到院子里面 甚至有些书被直接扔到院子里面的荷花池 避免被大火烧毁 有外国学者在捡到这些书籍残骸的时候 都掉眼泪 没想到中国人真吓得去手 当时晚清时代著名的 《泰晤时报》的记者莫里勋 用自己的文字记载下他的愤怒 我也给大家读一下 毅然的书籍 帝国中最有价值的事物 大量倒进环绕毕属轩的池塘里 中土王国最伟大的图书馆 县纸剩下一堆残骸 脱落的书页散布在烧成灰烬的木材之中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国家 他牺牲了最神圣的处所 牺牲了几百年来 这片土地保学之势引以为傲的登峰造极之作 只为了对外国人复仇吗 这是一场壮丽无比的大火 这是令人害意的亵渎 我作为一个读书人 在读到这些历史细节的时候 都感到不知道说什么好 都拿了公使后来联系总理衙门 想把抢救出来的书籍交给他们 结果那个时候国家都乱套了 总理衙门也没有理 所以这次抢救出来的书籍 也散落到各个私人手中 其中有一个叫贝克豪斯的人 1913年将他保留的六本中国古书 捐献给了牛津大学 他可能也不懂中文 结果这六本书就是永乐大典中的六本 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期节目都说一句 求知识于世界 问新王与历史 历史经常读一读 会让人